接下來我們就請政治大學徐世榮、徐老師 我想徐老師大家應該都不陌生 他其實一直為了台灣的土地爭議在發生 那作為一個社會科學學家 他其實對台灣有深入的觀察 包括這次的藻礁公投 我們就請徐世榮、徐老師來為藻礁說一些話 徐老師謝謝 謝謝 各位媒體朋友 還有在場的各位好朋友 大家找 我覺得大潭藻礁所涉及的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 也就是我們如何來界定 我們台灣社會所追求的公共利益 我們如何來界定公共利益 如何來形塑或是共同找尋 我們社會的公共利益 這是一個真正民主國家 非常重要的課題 而這也是剛剛 劉曉如老師所說的 全民社會福祉 我盼請大家在 在關心大潭藻礁的議題的時候 同時也能夠來思考 我們國家 我們國家縱然在民國76年解除戒嚴之後 一直到21世紀的今天 我們的公共政策到底是如何來界定公共利益 如何來追尋我們大家共同的公共利益 這是非常重要的我要說的一個前提 去年6月4號 我跟潘中正老師還有很多重要的環保團體 我們共同進總統府 我們進見蔡英文總統 在那一次會議當中 我們共同的一個訴求之一 我們共同的訴求之一 就是希望民進黨政府 能夠慎重的考量 大潭藻礁這個環境的議題 我們那一天我們共同的訴求之一 我們是希望能夠召開聽證會 我盼請媒體朋友能夠注意這一點 我們希望透過聽證會這個正當的行政程序 共同來界定行錯跟找尋 我們的公共利益也就是全民社會的福祉 我們希望我們國家能夠走出過往威權的 那種公共政策界定的一個模式 讓台灣的公民 我們的公民權能夠受到尊重 我們當天我們跟蔡英文總統 我們請求她 我們請求我們的總統 同時我們請求民進黨政府 能夠召開聽證會 能夠履行 大法官在第709號解釋文 大法官在第739號解釋文 所給我們的提示 也就是民主時代的公共利益 必須透過正當行政程序 必須透過彼此的溝通對話論辯討論傾聽 最後所得到的一個公私 那才是我們所謂的公共利益 我想必須要跟大家特別特別的報告這一點 大法官第709號解釋文 大法官第739號解釋文 都已經明白揭示 在一個民主政治的國家 必須履行正當行政程序 必須召開聽證會 卻有聽證會來共同行錯找尋 界定我們民主社會的公共利益 也就是每一位公民的公民權 必須要受到尊重 但這成如剛剛劉曉老師跟大家報告的 我們現在的環境政策 甚且這個案子 其實也涉及到我所研究的土地政策 所以我今天有帶一篇 我個人在去年6月所寫的 在蘋果日報所發表的一篇文章 這個標題叫做台灣疾待解嚴 大家可能會覺得 非常的 非常的怪異 我們不是民國76年已經解除戒嚴了嗎 但是 為什麼今天還要解除戒嚴 我想要跟大家講 我們的環境政策 我們的土地政策 都依舊在戒嚴當中 為什麼這麼講 剛剛劉老師特別跟我們講 我們是如何決定 如何決定環境政策 為什麼要退席 他透過什麼機制 他透過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 來界定什麼叫做公共利益 但是我們都知道 不管是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 裡面絕大多數都是政府行政官員 包括了 其他重要的一些行政的官僚 另外我們要問土地政策 都市計畫委員會 還有這案子更重要的叫做區域計畫委員會 他們當初是如何決定這個土地使用計畫的一個變更 但是我們 都不知道 我們的公民權 全部被忽視了 縱然到了21世紀的今天 我們依舊一樣 沒有公民權 我們沒有辦法 針對我們的環境政策土地政策 來決定事務 我們仍然委由 政府 完全可以掌控的 所謂的委員會機制 來決定什麼叫做公共利益 而這一點 跟大法官所要求的 其實是嚴重的抵觸 所以我們今天站在這邊 我們除了要呼籲 全國的民眾能夠重視 大潭藻礁的重要性 7600年的自然的環境 千萬不要毀一旦 這是一個愛台灣跟認同本土的人 所完全沒有辦法接受的 另外一點 我們的民主自由人權 的一個發展的路徑 其實還沒有完成 大家千萬不要以為 我們可以投票 我們可以選舉 我們就是一個民主政治 其實不是 針對重要的公共政策 我們台灣人民的公民權 依然是被剝奪的 依然是被剝奪的 這是我要特別今天在這個記者會 特別跟大家提出的 一個重要的一點 所以我們今天我們要求跟去年6月4號 我們在總統府 我們在面見 蔡英文總統的時候 我們的呼籲 我們要一樣的 提出這樣的一個訴求 拜託 經濟部 你如果認為你的方案很好 你如果認為你已經限縮了 那個開發的面積 你如果認為對大潭藻礁不會造成重要的影響 麻煩 你公開的出面 來說服我們溝通對話 你不要躲在一邊 一邊講說我的已經很好 另外一邊 我們的聽證會不願意召開 如果你真的認為自己的方案那麼好 請你公開的站出來 請經濟部 請民進黨政府 請民進黨 你公開的站出來 捍衛你的政策 而不要躲在一邊 一邊說我的很好 另外一邊 把公民全部排除在外 這不是一個真正民主自由人權的一個國家 我們判請 你不要玩兩手策略 判請我們的政府 能夠公開站出來 給我們的一個聽證會 給我們一個正當行政程序 謝謝